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这个收盘总结 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大盘 大盘的话呢,今天这是以下跌为主基调 那么在这个下跌的中间,10点钟变盘时间点的话呢 这个向上做了一个反弹 所以呢,从这个全天的运行结构上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是这个反弹了下跌的一少半吧 那么从这个位置上来看 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那或许到明天还能够有一些反弹的空间 那么指向点的话呢 可能会在4470点到4475点之间 在这个区间的话呢,有相应的一个压力 那这个从目前的连续几个交易日的走向来看的话呢 他对他的支撑点啊,对他的支撑点大概的指向点啊 还是在4430点上下啊 4430点上下 在这个位上看能不能站住啊 能不能站住啊 那原来的话我们说过这个位置如果调整的浅 横跨震荡啊 向上走五拉 调整的深的话呢 向上走失败五拉啊 咱们指向点的话是4470点左右 但是今天的话呢 砸的比较狠,达到了4440点上下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以说呢 调整的深度呢就比较深一点啊 尤其是今天苹果啊 基本上是单边下行的这么一种态势 所以在这个位上呢 好像目前来看 呃反弹之后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啊 所以说呢 从五分钟级别的下跌趋势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还是一个看跌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 看跌的主要方向 呃短线支撑点可能会在4430左右 会有一个短线支撑点 能不能撑得住 咱们到时候再看盘面的走向 比特币啊 两万五千七啊 然后呢 这个四小时级别呢 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反正呢 就是交易中心不断下行啊 今天的话呢 是谁呀木头姐他们申请了一个 以太币的ETF啊 我看市场啊 对于这个比特币来讲的话 好像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啊 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反应啊 所以呢这个 呃 还是继续保持在这个位置上啊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 维持着维持着时间长的话呢 个人感觉还会下行啊 支撑的话呢 大概围绕着两万一千美元左右啊 这是关于这个 呃 比特币啊 呃 黄金啊 今天的话呢 是调整10美元 我们要呢 如果站在多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看啊 一千九百四十点的这个位置的支撑 和三十分钟级别的相较趋势啊 那么第一啊 支撑有效 然后把趋势做逆转啊 然后再进入到一个多头的环境当中 呃 原用市场的话呢 今天还是继续啊 想上顶了一块钱 站在四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的话呢 还是一个看多的一个态势啊 但是对于这个价格啊 尤其是咱们昨天今天看新闻哈 然后这个影响它的价格的走势的话呢 基本上是俄罗斯啊 和沙特啊 沙特的话是什么延长减产啊 然后俄罗斯的话呢 呃 是这个跟沙特之间好像是什么什么 见面谈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呃 不太符合美国现在啊 支持乌克兰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另外的话呢 呃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说 呃 这个 价格在90美元上方有技术压力啊 如果还往上走的话 我觉得美国这边的话 现在已经有相当的声音啊 出来说哎 这个是不是要影响美国的这个通胀啊 这样的话咱们怎么回事啊 呃 至少从这个零售的这个成品油价格上来讲 呃 这是肯定是这个啊 上涨了啊 肯定是上涨了 所以呢 后续的话呢 我们要看一看美国的反应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70美元啊 76美元做多安全啊 现在的话呢 80美元啊 现在是88美元 再做多的话呢 这个危险系数就比较高一点啊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呢 呃 虽然技术上做多 但是呢 呃 信息面的指向点不一致啊 不一致 呃 那天然气的话呢 今天是继续调整啊 六分钱 再次打到了啊 这个两块五毛钱的呃 价格周心的低点啊 那个人感觉的话呢 它的趋向点啊 或者说调整方式还将奔着两块两毛钱展开啊 不打到绝对性的低点啊 我们绝不进场做多啊 因为它的这种损耗性太大啊 损耗性太大 其他产品的话呢 到今天为止基本上都以调整为主啊 尤其是苹果今天的这个调整的力度深度都比较狠呢 所以后续的话呢 我们看啊 苹果的话呢 在四小时级别是不是能够保持在今天的日内低点上方啊 也是作为一个呃 这个呃 指数观察的一个呃 佐证吧啊 那这是关于这个大盘股票啊 然后阿萨伯伦的话呢 今天天然气调整啊 继续调整 但是调整的幅度非常非常小啊 就调整二分钱啊 就调了二分钱 所以呢 总体来讲的话呢 这个呃 阿萨伦的话呢 从中期的角度上 如果它的呃 调整幅度很窄啊 个人感觉的话呢 六块钱可能是一关吧啊 调整的目标价吧啊 咱们大概说这么一下啊 呃 其他产品的话呢 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观察了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啊 然后我们大方向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这个指数的做空啊 然后还有我们互联朋友的话呢 都比较喜欢啊 比如说特斯拉呀啊 这个NVDA呀 什么这个冯迪呢 去抢一下这个末日期权啊 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节奏啊 从大方向来讲的话呢 还是继续看调整啊 那昨天的节目的话呢 呃 五三八九 谢谢啊 然后呢 另外这朋友的话呢 DA啊 说呢 物价涨50%啊 呃 这个 呃 65 现在涨到90正常啊 所以呢 这个正常的话 咱们就看对通胀的影响 对吧 然后呢 涨多少都无所谓 主要能消费得起 这位朋友说 我在纽约 很多门面已经停业啊 怎么消费得起 所以说呢 这将这当中的话呢 还是那句话啊 然后 我们这边也是 我经常在YouTube上也看一些啊 比如说 旧金山的什么的 那个比较繁华的市中心 啊 都已经那样子了啊 所以说呢 呃 目前来看 我一直跟大家的不断的提醒 注意商业地产方向 啊 那昨天的话呢 这个 嗯 美国的这个什么存款保险 啊 就把纽约的一个 330亿的什么 商业地产打包 可能做一个 类似于哈 这个作为债券的感觉啊 所以说呢 个人感觉 大家呢 要从这个方向 多注意一下 啊 多注意一下啊 这个商业地产这一块啊 会不会影响到一个一些 中大型银行啊 会不会影响 这个点的话 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啊 一定要多注意啊 嗯 这是总体的盘面吧 啊 所以说呢 呃 消费得起 消费不起的话 是相对而言啊 如果大家的工资水平没有涨50% 对吧 然后呢 你这个物价涨50%了 那你的消费就缩水了吧 对吧 原来我能买100件 现在只能买66件 对吧 这是最最起码的一个呃 常识吧 那我后面的话的就会说 你看呃 这个迪士尼啊 为什么呃 一直是跌跌不休 对吧 迪士尼可以说 然后在周线级别 一直跌跌不休 啊 迪士尼的话 就是一个非啊 必需品消费 对吧 你说我非得去迪士尼吗 对吧 我非得看迪士尼的电影吗 对吧 所以这当中的话 我们就看到迪士尼的这个价格 在不断的向下渗透 不断的向下渗透 所以说呢 从这种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类的 这个方向已经有所体现啊 已经有所体现啊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 很多店面都关了 对吧 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啊 也是 虽然有一些广场 看着很热闹 但是呢 这么热闹的广场 也会有两三家的店面关门 啊 也会有两三家的店面关门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呃 目前的经济形势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那么强劲啊 还得小心一下 尤其是商业地产方面啊 商业地产方面 那么商业地产方面 再隐 再隐伸一下的话呢 就是他们对中大型银行的一些影响啊 这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能够呃 看到的一些 感觉到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别停留在岛表面 哎 从哪路过一看货 这个广场 普拉萨关门了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这个店面关了 前两天看还开啊 然后走马关花就忘了 对吧 那隐身的就是这些商业地产啊 然后很少有我全款买 对吧 你说自己买方的可以 对吧 很少有全款买的 对吧 基本贷款的这个概率都比较大 对吧 那后面的话 银行所面临的风险 可能就会比较大一些啊 那好了 那就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啊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的话 跟大家分享啊 那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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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